这是日本生患水与病患者们病发的真实场景 精神失常不断咆哮 身体僵硬如同丧尸 最终逐渐失去生命 甚至还有不少生患此病的宠物猫 不堪折磨选择跳海自杀 这一场危机造成了上万人受害 死亡人数也高达一千多名 那么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受害者呢 原来在日本雄本医学院得出研究结果后 很快就将毒源锁定在了日本水与镇的制素化学工厂 认为是工厂违规排放废水 导致水质造成严重污染 然而制素工厂完全不承认自己的行为 反而找到了许多日本生物和化学方面的专家 为自己的工厂证明 表示工厂排出的废水完全符合规范 不可能造成污染 之后为了推卸责任 制素工厂将水质污染的原因 说成是二战期间留下的生物毒素 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明 工厂早已经加装了废水过滤装置 甚至还表示他们对患病的村民们表示同情 愿意捐助一笔资金作为水与病专项救助资金 更让人气愤的是 熊本县政府也出面为制素工厂证明 表示制素作为熊本县数一数二的企业 带动了当地近万人的就业 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发展 最后因熊本县政府的出面 推翻了熊本医学院的研究报告 还因此取消了熊本大学的研究经费 就这样 在高明的公关手段和政府的包庇之下 制素化学工厂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不仅照常排放污水 生育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而生活在附近水域的日本村民们则广受其害 这场危机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们患上了水与病 死亡人数也高达一千多人 直到1971年 不堪折磨的水与病的患者们联合起来 向法院起诉 同时 他们也找到了制素化工厂的前任高管 作为证人 最终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官司胜诉 全体受害者们得到了制素公司 9.37亿日元的赔偿 而制素化工厂的高层领导 则被法院判处过尸杀人罪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至于包庇罪犯的熊本县政府 同样构成了犯罪 相关领导人被革职处理 之后为了挽回民心 日本官方宣布 全面清理水与镇海域 确保水质达到可引用标准 然而 清理水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日本政府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 才将水与镇周边水域水质清洁完成 这其中还有海洋自身清洁的功劳 如今 日本宣布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将危机带给全世界 这何尝不是又一次重蹈覆辙 而这一次 受害者不再局限于日本 而是全世界所有人民